他13岁嫁给乾隆 27岁生下皇子才晋升为妃 结果之后47年没有再被晋升 却在70岁时突然受宠 甚至到了78岁还被乾隆频繁翻牌子侍寝 死后更是越即享受贵妃待遇 他就是我阿哥的生母于妃 要知道乾隆可是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 80岁还在坚持选妃 所以于妃究竟有何魅力 78岁还能如此受宠 又为何在70岁之前备受冷落 莫非他是天山同老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于妃的一生 感受岁月的沉重 于妃生于康熙53年 也就是公元1714年 祖上市居科尔庆草原 满姓科里耶特 后改为汉信海 所以于妃又被称为海士 他父亲是雍正时期的五品园外郎 算是有事跑腿 没事闲着的边外人员 所以海士出身并不算显贵 他具体何时嫁给乾隆并无记载 但公元1727年时 连亲王都还不是的乾隆 便已经有了八九位侍寝 海士多半已在其中 那一年乾隆16岁 而海士年仅13岁 在他之上还有侧附近和福敬 他自知和那些名门贵族出身的千金小姐 无法相比 便更加老实本分 慎言慎行 他的相貌并不出众 又不去主动讨好 自然得不到乾隆的宠爱 甚至都没啥存在感 有趣的是 乾隆当时已被雍正秘密选为接班人 但是并未公开 所以乾隆和他的妻妾们都不知情 海士也从未想过自己的丈夫 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国之君 但俗话说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海士作为最早陪伴在乾隆身边的一批人 就算不被宠爱 也应该吃到老员工福利才对 但他进入后宫 却依然过得七七惨惨 公元1735年 乾隆登上皇位后大封后宫 正房封皇后 侧房封贵妃 不受宠的侧房和受宠的侍妾 封妃 有孩子的封贫 其他的侍妾大多也都封了贵人 唯独海士和城市两个存在感为零的侍妾 被封为常在 常在是个什么概念呢 清朝后宫妃子大致分为八个等级 最牛的就是皇后 然后是皇贵妃 常在排在哪呢 倒数第二个 就比答应高一头 前五个都有专属的寝宫 后三个就只能合租 怎么说海士当时都已经跟了乾隆十几年 没功劳苦劳也该有个感情分吧 结果最终却落得个倒数第二 待遇是倒数第三的一半 可见海士有多么的不受宠 估计他当事件时也是十天半个月 跟乾隆说不上一句话 进宫之后 海士依然闷头做自己 不争不强 也不怎么跟人打交道 像极了现在的社恐症 地位低下的他 免不了受贵人欺负 他只能自己忍着 而乾隆继位后 也一直没想起来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直到第三年翻牌子的时候 才突然想起这个在角落里 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的事件 多少感觉有点对不起人家 便象征性地将他封为贵人 眼看海士距离真正的后宫更进一步 但他依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喜悦 还是跟以往一样闷声干活 这一下乾隆反倒来劲了 后宫最不缺的就是美女 但哪个见了他不得拼尽全力 想尽办法地巴结 结果到了海士这 突然就跟无欲无求似的 一点都不在乎恩宠 这种不刻意迎合的感觉 让乾隆感觉很新鲜 就多翻了几次海飞的牌子 人就是这毛病 越巴结你你越嫌弃 越不在乎你你还就想往上蹭 但乾隆是谁 历史有名的风流皇帝 新鲜进过了就觉得索然无味 上大明湖畔找下雨河去了 海士又过上了冷宫一般的生活 但人家似乎也不在乎这个 别人眼中的凄凉 在他眼中可能只是时间的流逝吧 按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海士的一生也就这样了 但命运女神就爱搞事 三年当贵人 三年当嫔妃 海士终究还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也为他七十多岁突然受宠奠定了基础 海士虽然自己无欲无求 但人家肚子争气啊 在乾隆为数不多的宠幸中 怀上了龙子 并在1741年3月生下了五阿哥 爱心觉罗永齐 生下皇子后不到一周 海士便从贵人晋升为贫 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之前无论海士被封的是 海长寨 海贵人 都是用的姓氏作为封号 但他生下皇子后 乾隆便赐封号为鱼飞 该封号在满语中发音为诺摩阴 亦为温和舒贤 而这也恰恰正是对海士品性的写照 虽然乾隆赐予他封号 在当时看来已是极大的恩宠 但乾隆给人的感觉 只是心里有这个人 赐封号不过是奖励他生儿子罢了 直到四年之后 三十一岁的海士才终于晋升为鱼飞 一同进宫的其他姐妹早就抵达人生巅峰了 而鱼飞才刚刚就位 可以说如果不是五阿哥 鱼飞可能还要当很久 甚至一辈子的海贵人 三年三年又三年 已经十年了啊乾隆 据说正是因为五阿哥展现出 异于常人的聪慧 鱼飞才得以晋升为妃 五阿哥是越来越讨乾隆喜欢 乾隆甚至多次表示要让传位给五阿哥 按理说鱼飞的地位也该水涨船高 但他却在飞位上一待就是四十七年 至此都没能更进一步 不仅如此 甚至在这四十七年里 他在宫中的待遇是越来越差 拨到他府中的用度也是一降再降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鱼飞所生的五阿哥是乾隆最宠爱的皇子 也是乾隆认定的接班人 都说母凭子贵 可鱼飞却为何四十七年都没有庆生贵妃 反而待遇越来越差呢 史书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但我们可以用来逻辑推测 乾隆宠物阿哥却不生鱼飞为贵妃 很可能是为了保护鱼飞 清朝后宫有这么一项规定 皇子不能由生母亲自养育 满月之后就会被抱走 交给其他妃子养育 只有特定时间才允许母子相见 这是为了防止生母宠坏皇子 也为了防止母子太亲近 以至于将来外戚干政 而鱼飞却是个特例 因为他父亲只是编制外的无凭小官 几乎没有家世背景可言 同时鱼飞性格老实不争不强 所以乾隆便特许他可以时常探望五阿哥永齐 反正鱼飞也不受宠 平日里自然是有大把的时间跟儿子相处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跟亲自抚养也没差多少 五阿哥当时虽然年纪上小 却十分心疼母亲 于是在学习上更是加倍的努力 史书上的五阿哥 五岁读书写字 六岁骑马设限 八岁便能师绘画 十几岁便精通满汉藏蒙等树门语言 除此之外 对天文地理也有一定的研究 每每与乾隆交谈讨论 乾隆都赞不绝口 五阿哥延然便是皇子中最受乾隆重视的一位 但五阿哥起书并不是乾隆想要的接班人 因为乾隆和康熙一样 打心底觉得弟子才是真爱 毕竟身份地位在那摆着 而且弟子一般都是年长的孩子 生第一个孩子 跟生第五个孩子的感觉肯定不一样 在五阿哥受宠却不能当太子的情况下 如果于飞受宠 势必会引他人的嫉妒甚至陷害 那就害了母子俩 所以乾隆才对于飞不冷不热 甚至还降低一些可有可无的待遇 然而事与愿违 乾隆的弟子们没当皇帝的命 一个个白发人送黑发人 乾隆无奈只能从数字中挑选接班人 其中最符合条件的 显然便是五阿哥永齐 但乾隆多少还是有些犹豫 直到乾隆28年发生的一件事 让乾隆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才确定要让五阿哥继承皇位 那一年端午 乾隆夜游圆明园 并在九州清宴殿大摆宴席 不知怎么地 大殿突然大火熊熊 在场的嫔妃阿哥 太监供女全都撒腿就跑 没人去管乾隆的死活 按理说负责救火救人的 是乾隆最信任的弟弟洪昼 但人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这也导致现场没人组织救援 眼看乾隆就要提前领盒饭 是五阿哥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海 将丧失行动能力的乾隆给背了出来 可见当时的情况究竟有多危机 就这一件事 直接改变了乾隆对五阿哥的看法 就凭这冒死相救的恩情 说啥也要把皇位传给五阿哥 于是便先将五阿哥封为戎亲王 一般来说 封王就等于是跟太子之位无缘了 但清朝不一样 雍正和乾隆都是先当亲王再当皇帝 而五阿哥也是同辈之中 第一个活着封王的 可见乾隆对他的宠爱 当时朝中已经一致默认 五阿哥就是下一任万岁了 但乾隆依旧没有恩宠五阿哥的生母于妃 别说生贵妃了 之前削减的用度也没补上 由此可见 要么就是乾隆确实不重视于妃 要么就是乾隆知道于妃淡薄名利 想让五阿哥接班后 让于妃自然而然的晋升为太后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 都无法阻挡意外的发生 风华正茂的五阿哥突然患上了复古居 年仅25岁便痛苦离世 这一变故对乾隆和于妃来说 都太过沉重 以至于乾隆总是躲避立储之势 等到了迫不得已之时 才匆匆挑选 即使后来让位做了太上皇 也不放心把江山托付给家庆 因为在他心里 最合适的继承人 永远只有五阿哥 对于妃子们来说 想要在后宫生存 前妻靠美貌 后妻靠儿子 而于妃和他们不一样 他与世无争 在乾隆还是位皇子的时候 就嫁给了乾隆 十几年的陪伴 才跟随乾隆一同进宫 无论是坐海常在 还是坐海贵人 他都无所谓 直到生下五阿哥 才对生活有了盼头 凭借着五阿哥 他也做了于平 于妃 但仍未得到乾隆的宠爱 五阿哥再时尚且如此 五阿哥病故后 又能好到哪去呢 然而事情却再次迎来了转机 乾隆七十多岁时 突然发现了于妃的好 从此对他宠爱有加 频繁地翻他牌子 要他事情 难道是他们打算生二胎吗 于妃一生受乾隆冷落 却为何七十多岁突然受宠 甚至直到七十八岁 还频频被翻牌子 要求事情 难道是打算生二胎 再生一个五阿哥 乾隆五十六年 已是八十岁高龄的乾隆 又纳了几位妃子 但在他翻牌子的时候 却选了已是七十八岁高龄的于妃 显然乾隆并不是为了跟于妃生二胎 而是单纯地想让于妃陪着他 乾隆或许从未爱过于妃 但一定爱过两人的结晶 五阿哥永齐 五阿哥英年早逝 是这对老夫老妻心中永远的痛 每到五阿哥的忌日 乾隆都会坐视一手 用来悼念自己最看重的孩子 在乾隆晚年所作的诗中 有关五阿哥的和有关皇后的 几乎不相上下 乾隆不止一次在外交场合 对使者们夸赞五阿哥的才能 痛心疾首地告诉众人 五阿哥是他最看重的孩子 如果不是五阿哥英年早逝 这个皇位一定会传给他 由此可见五阿哥在乾隆心中的地位 而于妃作为五阿哥的生母 最能体会乾隆的痛苦 按照清朝的规矩 妃嫔年过五十就不用再事情了 但乾隆晚年却时不时就点名要于妃陪伴他 这不是迟来的宠爱 而是一对年迈的父母 互相倾诉对孩子的思念 两个老人并肩躺着 什么事都不用做 只是简单地聊聊过去那些事 回忆五阿哥陪伴他们的二十多年岁月 聊着聊着 乾隆不免突然发现 于妃在他十几岁时便嫁给了他 之后陪着他进宫 到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 其中六十五载的风风雨雨 陪伴着乾隆前行的故人接连此事 妃子来了一批又一批 唯独最不受宠的于妃熬到了最后 或许这不算是告白 但一定能触动乾隆最心底的软弱 哪怕是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逗了一辈子 当他们八十岁时 也难免不会一同回忆青春 更何况是一同经历过那么多的夫妻呢 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于妃病逝 享年七十九岁 他在妃卫上坐了四十七年 到死都没有再晋升 而乾隆也没有追封他为贵妃 只是连下四道旨意 令大臣以贵妃规格将于妃下葬 同时埋葬的还有乾隆的辉煌一生 从此以后 对于于妃的记载都变为于贵妃 但这一称号对于所有人来说都不重要 于妃最想要的是五阿哥健康过完一生 这也是所有父母的心愿 最好的 祝福